前不久我回老家 在村里逛了一圈 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但凡贫困家庭 庭院和门前都散乱着各种杂物 而门前院子里摆放整齐 干净整洁的家庭 生活一般都比较富足 这几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庭院整洁和生活富足之间 到底有何因果关系 是因为生活富足 才有精力和时间收拾庭院 所以庭院整洁干净吗 还是因为庭院收拾的整洁干净 生活才变得富足 而贫困者是为三餐所累 根本无暇收拾 还是由于懒得清扫 人生陷入混乱无序 坠入贫困 心碎误转 情碎事迁 看房间就知道 你把人生过得怎么样 哈佛商学院经过多年的研究 发现了一个现象 幸福感强的成功人士 往往居家环境十分干净整洁 而不幸的人们通常生活在凌乱肮脏之中 于是摸索出这样一个结论 你所居住的房间正是你自身的折射 你的人生其实就像你的房间 清扫 就是清理心灵 空间对人的情绪有极强的感染力 脏乱的空间会让整个空间充满惰性 被卷入这种惰性洪流中的人 自然也会感染惰性 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卖花的小姑娘 把剩下的一朵玫瑰花 送给了路边的一个乞丐 乞丐于是做了一个决定 今天不行起了 回家 她在家把玫瑰花插进瓶子养起来 然后把花放在桌子上 静静地欣赏着玫瑰的美丽 她突然间觉得 这么漂亮的花 怎么能插在这么脏的瓶子上 所以她决定把瓶子洗干净 她又坐在边上 静静地欣赏着美丽的玫瑰 突然间 她感觉这么漂亮的花 和这么干净的瓶子 怎么能放在这么脏乱的桌子上 于是她开始动手 把桌子擦干净 把杂物收拾整齐 处理完之后 她又坐在边上 静静地欣赏眼前的一切 突然间 她感觉到这么漂亮的玫瑰 和这么干净的桌子 怎么能放在 这么杂乱的房间里呢 于是她继续做决定 把整个房间打扫一遍 把所有的物品摆放整齐 把所有的垃圾清理出房间 突然间 整个房间变得明亮 温馨起来 正在陶醉时 突然发现一个镜中 棚头垢面 不修蝙蝠 衣衫蓝绿的年轻人 这样的人 有什么资格 待在这样的房间里呢 于是她立刻去洗澡 刮胡子 换上干净的衣服 把自己从头到尾 整理了一番 然后再照着镜子 突然发现一个从未有过的 年轻帅气的脸 出现在镜子中 这时候 她的灵魂瞬间觉醒 她突然间觉得自己很不错 她当下立刻做出一个 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第二天不再刑起 而是去找工作 随着她的不懈努力 后来她成为了 非常有成就的企业老板 青嫂真有这么大的魔力 的确 青嫂看似一场简单的体力劳作 实则内涵深沉的人生智慧 脏乱差的环境 代表内心负能量的堆积 让环境变清爽 情绪能量得以自然顺通 心情愉悦 棘手势往往迎刃而解 青嫂就是清理心灵 家里的脏乱也带来思想的混乱 青嫂家就等同于青嫂大脑中的垃圾 智慧自然会增长 所以曾国藩家书告诫子弟 朱棣不好收拾洁净 此时败家气象 黎明极起 撒扫停除 其实让生活变得津津有条 干净整洁 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困难 你需要的就是一份扫除力 扫除力就是通过扫除产生的魔力 不仅包含外在的打扫房间 使之变整洁 还包括内心的自省 从而塑造良性的心理磁场 有助解决烦恼 成就事业 打扫的过程就是处理 选择摒弃的过程 是你与环境的互动 整洁的环境 明显显示你的逻辑性和条理性 所以朱子家训的开篇告诫子孙 黎明极起 撒扫停除 要内外整洁 这样看似朴素简单的文字 凝结着中国古人至家的智慧 从我记事起 我母亲每天都是黎明极起 撒扫停除 撒扫好了房屋 庭院 天才蒙亮 如今 我每次休假回老家 发现屋里庭院都是干干净净 整整节节 我没早起床 发现房屋 早已清扫 脱洗干净 甚至二百多平米 庭院的大理石地板 还用水冲洗过 我留意到母亲 每次进屋都换鞋 在我们老家农村 大家根本没这习惯 于是我提醒母亲 您进屋 不要换鞋 这样别人都不敢来我们家了 母亲却说 这我晓得 我很注意 一旦有人来 我都不换鞋 母亲不仅把房屋 清扫得干净整洁 把自己也收拾得干净清爽 每天洗澡 洗发 衣服一天一换 当一个人养成了好的习惯 拥有一个清洁的空间 生命的质量 也会不断地提高 所以八十多岁母亲 干净整洁 腰板笔直 精神绝硕 神清气爽 根本看不出一点点 老年人的目击 当你不断清理家 你内在堵塞的地方 就会越来越通畅 顺流了 轻松了 爱和感恩 就流进来了 断舍离 扔扔扔 有位叫鱼仔的博主 拍摄了一段 丢弃家里无用东西的视频 竟然获得了110万高赞 网友纷纷评论表示 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 鱼仔本来只是感到 家里空间越来越小 所以想来一次杂物清理 没想到开始清理之后才发现 竟像搬家一样隆重 东西真的太太太多了 一次也没用过的托把和桶 一大堆没有再使用过的手机壳 数据线 每次购物带回来的袋子 全都过期的一堆药 抽屉里乱七八糟的杂物 厨房里乱到不堪入目的橱柜 各种发霉的杂粮和调料 堆积在一起 还看到几只虫子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衣物 以为会穿到的 会搭配上的衣服 挂起来后一次也没有再穿过 促销买的一大堆单品 吊牌都没剪掉 还有各种根本用不上的赠品 等到全部清理完时 不要的杂物竟然占了 足足半个家的大小 简直超乎想象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和鱼仔一样 很多物品总想着以后会用得上 看到好看的东西碰到打折促销 总是控制不住欲望买买买 可事实却是 越买越多越存越多 占据了家里大量的空间 可能用到的不到十分之一 而且多余的物品反而成了生活的拖累 繁重的鸭的人喘不过气 我们丢弃生活中那不重要的百分之九十 剩下的百分之十会让我们收获更多 需要断舍离的东西往往就三类 不需要的 不合适的 不愉快的 我们居住空间的东西 可能超过一半是忘却物 就是连存在本身都被忘记了的东西 其中很多都是你不需要的 只是你以为会用得着 还有很多是不合适的 不合适的衣服 不合脚的鞋子 不愉快的是很多人反而最容易忽视的 什么是不愉快的 比如每次用得不舒心的 早点扔了才能换新的 让自己开心的 断舍离并不是单纯的处理杂物 抛弃废物 而是在充满闭塞感的人生长河里 唤醒流通 扔掉一件无用物 就多一点空间 扔掉一件多余物 就少一分负担 扔掉一件废物 就恢复一丝清爽 每个人都需要断舍离 处理掉不重要的东西 才能换自己一片清静之地 才能让我们有所突破和成长 古人说 扫地扫地扫心地 不扫心地扫何地 扫除时 一并扫取自己的贪 铲 吃 慢 疑等种种坏习气 让心灵恢复干净 纯粹 与快乐 我想都没想 就坐了下来 结果差点丢了命 丢了命 七年后的夏天 又遇见过这个座位 想了好久 觉得运气不会总这么差 就又一次爱着她 坐了下来 我是爱你的 看见就爱上了 就像一个人手里 一只鸽子飞走了 她从心里 祝福那鸽子的飞翔 你也飞翔吧 我会难过 也会高兴 可你是什么呢 你会想爱鸽子 但爱我吗 可我是一直 不会飞的鸽子了 可你是那双 抓住我的手啊 你放掉我 你放掉我 我会因此丢了命 我是爱你的 看见就爱上了 就像一个人手里 一只鸽子飞走了 她从心里 祝福那鸽子的飞翔 你也飞翔吧 我会难过 也会高兴 我在我的故乡遇见 你本以为万事如一 可没想到 这一切还是不尽人意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